近日神十六的博士成组顺利进入天宫 与神十五成组实现了天宫会师 神十五成组的出差之旅也正是告一段落 启程回家 如何保证航天园更快、更安全、更舒适地返回地球家园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航天园的回家路 快速返回技术让回家旅途更快 从神舟远离天宫开启回家之旅 大致要经历返回准备 制动下降、载入大气层、开伞减速 着陆缓冲五个阶段 在返回过程中 最关键的是飞船的大脑GNC分系统 它像是飞船的自动驾驶员 负责飞船返回路径的规划、导航和航天器的精准操控 可以安全、精准、舒适地将航天员送到开伞位置 飞船和空间站分离后 首先需要绕地球飞行数圈 完成返回地球的各项准备工作 等待进入返回轨道的最佳时机 从神13到这次神15 航天员回家采用了快速返回技术 通过飞行事件的紧凑安排和精确的轨道预报 将绕行地球的圈次从11圈缩缩短至5圈 为返回节省了近一半的时间 飞船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后 开始进行第一次姿态调整和分离前的减速 使飞船的轨道高度降低 从近400公里的圆形轨道 变成近地点低于100公里的椭圆轨道 随后进行第二次姿态调整和分离 返回舱以盾底朝下的姿态进入大气层 GNC系统让回家旅途更安全 这是飞船返回过程中风险最大的阶段 飞船要在500多秒的时间内 飞行2400公里左右的距离 速度也要急剧地从7.6000米每秒 降低到200米每秒 为了减缓急剧减速给航天员带来的不适 GNC系统利用高精度的北斗进行导航 实施精准离轨刹车 使飞船进入一个 5X只有正负0.2度的狭小载入走廊 整个过程要确保整体飞行安全可控 返回舱GNC系统会通过灵桥的滚动姿态调整 实施调整气动力产生的生力方向 从而和巨大的气动阻力以及重力周旋 将返回舱精确控制到开散点 如果从载入点观察整个载入飞行过程 会发现飞船返回舱像一颗边飞行边左右调整的火流星 在天空中划出一条蛇形轨迹 而每次返回任务的蛇形轨迹都不一样 热控系统让回家旅途更舒适 当返回舱进入大气层后 与大气层产生剧烈摩擦 形成包裹住返回舱的等离子区 造成地面与舱体之间信号中断 这段时间被称为黑帐区 虽然地面无法获得飞船的摇测数据 北斗系统也暂时处于不可用的状态 但没关系 GNC系统仍然能精确地计算出返回舱的位置和速度 此时飞船外壳的温度堪比岩浆 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 为了让航天员安全舒适地穿越大气层 飞船装有热控系统 飞船内的加热片和辐射器 可以将飞船舱内的温度控制在17摄氏度至25摄氏度 舱体表面的防热材料涂层等可以带走大量的热 减少传入飞行器内部的热流 逐级开散 发动机反推让回家旅途更丝滑 在聚雷地面大约40公里的高度时 飞船基本脱离了黑帐区进入减缩阶段 当返回舱聚雷地面10公里左右时 静压高度控制器会发出开散信号 飞船的减速神器 三顶特制降落伞该登场了 引导伞、减速伞和轴伞面积 依次从几平方米增大到几十平方米 再到大约有三个标准篮球场这么大的1200平方米 可以将返回舱速度从200米每秒降低到8米每秒 相当于从客机的飞行速度降到人的短跑速度 为避免刷车太急 三顶伞通过竹籍开散的方式 达到减小过载保护航天员的目的 竹伞完全打开后 飞船正式进入着陆缓冲阶段 当返回舱降至距离地面一米的高度时 舱上的四台反推发动机点火 同时航天员座椅会在着陆前开始抬升 使冲击的能量被缓冲吸收 充分保证航天员落地的舒适性 返回舱安全着陆后 搜救人员会通过地面的雷达跟踪系统 和返回舱上的定位装置 精确快速地找到返回舱的位置 以最快速度迎接航天员顺利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